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年刚 欢迎收看本期年刚社电影 这两天国内票房市场是相当的懂得 原因就是复联4在我国各大购票途径开启预售 在预售开启不到4小时呢 成绩就突破了3000万 开启预售当天就卖了超过1亿的票房 创造了中国营史上预售最快破译的记录 额顺带一提 最近一个预售破译 印象中是疯狂的外星人 复联4的首映IMAX更是一票难求 不说抢票的速度问题 光是价格的高涨就让人惊叹 全国不少的地方票价超过了200元一张 年刚目前看到最贵的某影城是464元 比平时可能贵了5到6倍 真的是相当的可怕呀 部分万达甚至在预售之前就在出售皇帝座 就是300元锁定首映的绝佳观影位置 其中200元呢算是电影票钱 100元是等价的食物和周边 但是有的影城变成了300块钱只有座位 没有零食和周边 这种操作都能把票卖得这么好 除了复联4本身的美丽来 年刚其实更好奇你们明天不用上班吗 看看能不能冲冲挣点零花钱 然而我这种迟钝的嗅觉简直是热爆了 看看直接方便卖 你真的确定这是在抢电影票吗 不是在抢春运回家的票 我觉得设备APP可能也应该开发个小程序之类的 我在想复联4的首映票快来帮我加速 父亲是首映 从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7日 猫眼的排片数据都显示是复联4百分之半 看来复联4不仅仅是场电影 甚至把那一周都变成了复联嘉年华 这种打压其实是市场做出的选择 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 只能说求求各位大佬 看完不要剧透呀 最后扎其能问一句小伙伴们 都抢到电影票了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梁高说的还不错 下个关注呗 我们下期再见咯